德云社和央视不合的传言一直存在 但是在今年年初的央视的综艺上 却请来了郭德纲作为评委 让大家大跌眼镜 都在调侃有生之年 看到了两方的和好 而这几天 张云雷也登上了官媒的榜单 还参加了MV的拍摄 于谦和郭契林都被央视邀请 参加建党100周年的特别节目 难道老郭的出头之日终于来了 老郭和央视的纠葛 还要从07年说起 当年的春晚剧组 有一对呼声很高的郭德纲伸出橄榄枝 但当时的他人红心气高 想刷点性子 直接给回绝了 老郭对央视爱搭不理的态度 也引起了舆论的一片哗然 此番行为让央视极其恼火 由此两方结下了梁子 没过多久 在央视的315晚会上 直接批评了郭德纲的虚假代言 郭德纲也不甘示弱在博客上暗讽 称自己拒绝春晚 所以被有心之人报复 双方的矛盾继续加深 同年10月 郭德纲突然下令弟子们 退出央视的相声大赛 当时曹云金已经冲进相声大赛决赛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 最后得冠军十拿九文 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意外偏偏就来了 老郭一个电话打过去 这就让曹云金给退赛了 这也是曹云金心生恨意的原因之一 在曹云金控诉老郭的文中 也有着这一段 而曹云金不负责的退出 也造成了节目组的尴尬 因此双方的矛盾依然在升级 但是如果说郭德纲是真心拒绝春晚 也不能太肯定 因为在2007年8月时 老郭也有意表现过自己愿意参加春晚 有可能是双方的创作理念不同 最后是什么原因 可能只有双方自己才明白 到了2010年 因徒弟李赫彪推仓北京台的记者 郭德纲又走上了风口浪尖 他在博客上 统治北京台断章取义 颠倒黑白 短短几天徒弟离社 德云社停顿整改 全面封杀的谣言愈演愈烈 在之后的2013年 北京台长因病去世 郭德纲在微博上送上一手打优诗 暗逢北京电视台台长去世 有网友骂他望恩负义 忘记了当年电视台的恩情 也有网友力挺他 称老郭的发文并未指名道姓 反映过于小题大做 此事经过发酵 广电发明强烈谴责郭德纲的不当言论 呼吁全国电视台集体抵制郭德纲 并且又向台长的家人道歉 引起了社会的剧烈反响 要知道 当年事情发生前 郭德纲和于谦还上了春晚 后来郭德纲虽发了道歉声明 但之后的很多年 都没有电视台敢跟德云社合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 经常又有传言 郭德纲要善春晚云云 老郭自己曾经也说到过 近几年的春晚 也有着月云鹏和孙岳的参与 而且反响和好评都很热烈 期待郭鱼二人上春晚的呼声 也是水涨川高 而今年央视的综艺 金牌喜剧般 老郭却做起了评委 网上的议论声纷纷 都在说德云社的形势 真是一片大行 那么要说德云社跟杨梅和解 不得不说到另一个人 那就是小辫张云雷 早在18年德云社跨年演出中 张云雷相声里 用戏曲名家杂卦的不当言论 遭到了观众议论 和官媒的点名批评 虽然后来他在微博中道歉 但有的网友却并不买账 随后又被拔出 张云雷和搭档两个人 把地震别入相声段子里 有更多的观众加入了声讨的行列 央视网也点名批评张云雷 娱乐应有底线 国难怎能调侃 虽然张云雷火速道歉 但是有观众认为 如果不是被官媒点名 他还不会这么快道歉 此后的张云雷便被冷处理 他的演出门票已经无法预定 所有关于他的演出也戛然而止 有关主管部门将对他 已经审核通过的节目重新审核 甚至是已经录制好的综艺 等到真正播出的时候 张云雷也被一个动漫人物给替代了 可以见得节目组对这样受过批评 争议很大的艺人 还是会选择保全节目本身 而张云雷本人 线下各种活动也不多 但是在相声流域方面 一直到今年的天津分社开业 时隔480天 才和搭档重返相声舞台 甚至得云社自家的综艺 得不见他的身影 想必这次他自己 也会对翻车是感慨良多 大家都认为 张云雷经过几次言论分波 会被官方所彻底封禁 但是在6月12号 一个让德云社粉丝开心的消息传来 张云雷登上了新华网 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这次张云雷是以歌手的身份 为音画中国演唱了主题曲 这首歌也在15号的中午 发布在新华网的官方微博 对于张云雷来说 这一次官方的邀请 可以说是雪中送他 因为这不仅是对他歌手身份的认可 也算是对风沙的谣言 不攻自破 粉丝更是守得云开见月明 希望以后比尔哥哥可以多加注意 自己在公共场合以及作品中的言论 居家繁荣比不上谦逊学习 而央视对德云社伸出的橄榄枝 也不止这些 在去年的春晚中 孟贺堂也参加了节目的彩排 虽然说最后被毙掉 但是在元宵节晚会上 也登台进行了表演 在今年建党100周年之际 央视要推出众多宣扬红色文化的节目作品 除了影视剧以外 还邀请明星来进行幕后配音 直接对德云社的于谦 郭其林师徒二人递出了两份邀请函 关于于老师的节目 是阅读革命文物的档案 节目的噱头就是各行业 知名声音工作者共同创造 于老师能在其中 也是央视对于于老师能力的肯定 而郭其林的节目 是颂读红色人物的家书 更偏向于青年的受众群体 在近几年 郭其林的表现 以及镜头前的谦逊礼貌 大方得体 作为新青年的代表 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并且师徒二人早在去年 就分别参加了 央视现象级节目 《国家宝藏》的录制 其影响力都可见一斑 央视能向德云社伸出橄榄枝 也是看中了德云社的影响力 毕竟现在德云社的流量 是其他艺术团体所不能比的 流量和粉丝 也能为电视台带来超高收视率 反观合作对于德云社来说 那更是好处连连 是官方的肯定 官媒的认可 也是德云社 慢慢从非主流 迈向主流的一种象征 看来老郭也终于熬出头 德云社可以说是有着大化的前景 那么大家认为 未来郭鱼二人 会不会再上春晚呢 欢迎留言评论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江山富老能容我 点个小赞让我活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